今天我们来这里接收锁匙 接收完锁匙之后我们就会去那间屋里拍摄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Wallington的市内 现在就是虽然叫lock down easy 但是也是比较静一点 尤其是一些餐厅室外座位的地方都不能开放 现在就进入居住的屋苑 这类屋形是比较新的 你留意一下它没有一些传统的烟通 周围都很绿化 不过逢是新发展一些屋苑 一定是不会交通是很方便的 所以刚才由Wallington市内开车来 就大概15分钟左右 其实也不是很远的 因为Wallington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它是一个阵子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阵子 所以来这里也是15分钟左右 而且在英国住其实也是开车的 你看这些排位 基本上可以排到两部车的 再加上家前面 on road parking 再排到一部 三部车 其实一般都没问题 反而你说 住在市内的 很多时候只有排屋 兼且没有排车位的排屋 说真的 住那些地方更不方便 OK 那我到了 下车再和大家拍摄一下 现在就来到这间屋了 我身后这间屋 就是排屋中间的位置 这类屋形 和我之前介绍的其他屋 有一百多十年历史的屋 有点不同 最重要不同 就是它没有了一支烟通 旧的屋 以前来说 烧煤 烧木 这样取暖 所以一定是有一支烟通的 而新屋的 就是烧煤 以旁边来说 甚至有些用电 所以 烟通就没有必要 在这里来说 或者可能小小的有一支 不奇怪的 因为boiler它烧煤 也要排气 但就不会说一个烟通 用砖砌的模式 新屋形就没有了 有什么好处呢 相对来说 维修又少了一个项目 因为烟通旁边 和屋顶中间夹缝 很多时候 流水位在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公司 都处理不少过这些个案 所以这些屋人 没有烟通 就少了一个烦恼 不过 这个样子就没有那么经典 是吧 大家看一看 这里好像 都是一些间间 好像差不多 没所谓的 各有所好 OK 另外这些屋 有个特别的就是说 因为现在新屋 起起来 都是用尽空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很多时候 就将屋顶 那个斜的位 拨进去室内的空间 例如今天我看这个 它前面 因为有个Dorma Dorma就是说 在斜顶屋顶前 再做多一只窗出来 伸出来的 这些叫Dorma 那有一些呢 就会有一个skyline window 就是说在斜顶上面 看远一点点 不是远很多 那里呢 就有一些天窗 就是说 它是尽量利用了 它屋上面的一个空间 但是如果一般 一百几十年的屋 一般我们就没有用空间 或者扩建之后 都可以用得回 其实不是说不行的 因为我做一些project 都是 将屋顶的位 加多一个房间 加多一个天窗 那就尽量利用空间 除此之外呢 很多时新屋 因为发展商 它想用尽地积比例 所以很多时呢 前院又相对会小一点 另外呢 后院呢 也会小一点 即是前又小一点 下又小一点 但是呢 就向高发展 正如香港的大厦 发展一样 是不是 尽量向高发展 用尽空间 好了 那我们进屋看看 对了 接着进来 我们看看室内的空间 这个客厅呢 就大概有四米半 乘五米半 那么多的空间 所以也有百多二百尺 左右的空间 这个 好似真是火炉 这样的火炉 其实就是烧电的 其实看得到 这个烧火 烧电 用电 因为始终室内的话 很多时有一些旧屋 就会有 就是 有些是烧柴 烧煤 或者 就烧gas 那么 自己用的更好些 自己用你 真的懂得用 看着嘛 因为出租物业的话 室内开明火 其实就不是那麽安全 所以很多时 如果真的烧gas 我们都会建议投资者 把它转回用电 不过这个OK的 这个已经是电了 还有那些钢水也很漂亮 摸了它知道的 真是这些钢水很漂亮 至于地下 就铺了 lamplet floor 干净容易打理 手工业也很好 这个物业就是我们公司 就代客人去看屋 而买入的 所以基本上 这些东西我们看过 没什么问题的 才会建议客人买的 至于一些小小 收收补补补的东西 然后再收拾 是吗? 例如这些 应该之前摆过电视机 拆走了 自然可能有些位置 要收拾 这个日后再跟进 今天最重要 看一看 收屋的话 看看一间屋 那个 有没有问题 也都介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类的屋营 和这些投资项目 接着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 随房区 在这些新的屋营 就和旧屋营 有个分别 就是说 旧屋营 我自己住 我住的屋 都已经百年了 以前来说 就是会有一个客厅 再加一个饭厅 跟着再加一个随房 是三个空间的 但是新的屋营的话 现在很多时候 就说客厅仍然有 跟着将饭厅 和随房 就配合了 所以整体看随房 就很大 当然它也预了位 你可以放个餐桌 放个餐桌 放个餐桌 这里就放个四人餐桌 就适合点 六人餐桌 就会比较狹窄 这个空间 有小家庭的 放个四人餐桌 不错 这样 当为那个 breakfast table 又可以 dining table 这样 ok 那么很多时候 另外就 楼梯下面的空间 都会用尽的 因为到时 你多了一点 吸塵机 清洁用品 那就 塞进去 ok 既然在这里 那我们不如看后院 这个后院来说 以新屋来说 其实都算大的 又不可以跟这些旧屋比 旧屋的后院通常就会再大一点 宽一点 长一点 因为还可以比较空间 现在是可以做抗建 但是这里来说 因为都是那句了 发展商他们就会用尽空间 但是以这家屋来说 新屋人来说的后院 已经算多了 算长了 一直可以去到后面 那 刚才说过 我们拍拍前面 但是实际上 它真正的车位 就在后面 透过这些门出去 后面 就已经一个 给这家屋的停车位 就在后面 那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在 Garden后面 就加一个 叫Garden Shirt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小孩 有一些单车也好 或者做一些 圆藝的工具也好 就放在里面 那这些挺实用的 因为圆藝工具 你刷完泥 有些泥污脏的 没理由拿回家 对不对 那本来就不错 OK 那我们进去再看看 上去之前就讲一讲 那我都会查一下电箱 因为呢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装置 我之前说很多次 RCD 这个很重要 OK 那 其实定期都要测试的 就算自己来说 不用找电工的 你也不用工程师 自己都可以做这个测试的 OK 那没问题 好像拍的拍不上去 不是 这里有指示的 是把它 推下去 推上去 登 搞定了 OK 有时你自己在家 转一下东西 随时一共不小心 转到内藏电线的 哇 一声这样 如果有流电断路气 那便救回你一命 其实 所以这个很重要 OK 那我们上去看看 这里上来呢 就这个Landing Area 和它铺的Lamlet Floor 其实都OK 那些手工都很漂亮 那我们看看房间 看看这个小房 这个小房 这个小房 有点声 可能铺设时 有点虚位 OK 而且下面地不平 所以有点隔音 那上来 我一样 我都要看一窗的 但这些新的屋人 普遍来说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的了 你可以锁到 为什么要看一下它锁不锁到 和有锁匙呢 因为当你买保险的时候 其中一个问题 普遍公司会问你 你的窗锁不锁到 如果锁不到的话 那保费会比较贵的 OK 那这些窗没有问题了 那我看看窗窗 窗边 和玻璃 没有问题 它没有进水器的 这玻璃 而且这些尺寸 其实是有定的 因为跟建筑条例的法律规定 要有走火功能的 它的数据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里呢 就要有0.33m 这里最少有0.33m 全体也有一个 总面积的要求 为什么呢 有什么事 爬都爬窗 走出去 是不是 不是太高的 跌下去 跌断脚这样一刻 起码救回你一命 是不是 OK 说笑而已 最重要是安全 OK 好 那我们看看其他房间 这个呢 就是double bedroom 刚才单人房 这个是双人房 这个很明显 是不是 就可以摆到双人床 左右落床 那这些呢 才可以叫做双人房 就不同香港 香港的所谓双人房 是躺上窗台 这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OK 那这间房呢 就是向后园 不如趁这个高位摆一摆 OK 那这些窗呢 我不特别再提了 刚才我也检查了的 后园呢 刚才说过了 就其实是比其他新型 屋型呢 这只花园 其实已经是算大的了 已经算大 也就是说有些更加小了 OK 那停车位呢 就停在后面的 那我就不和大家出去看了 来远看一看 这里看出去都很开扬 很绿化的 倭林团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挺优美宁静 很绿化的住宅区来的 看出去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 很多树 周围都是树 所以英国人喜欢住这些休闲空间 不同于香港的 香港你喜欢 很多人喜欢 住太古城 奥海城 沙田第一城 沙田第一城 沙田第一城好些 有很多人喜欢住市内 各取所需 是不是 但是英国人来说 普遍我们是喜欢住这类的住宅区 OK 看看这些门 另外 你看到这里 有两对门 这个呢 就是一个内藏式的衣柜 OK 那就几好 有这些是重要的 要不然呢 你买过的衣柜放在这里 一来又没那么好看 没那么工整 二来的衣柜用得久 搬下搬下 尤其是IKEA最便宜的那种 真的搬两搬 那些架位鬆了 螺丝鬆了 你收不回螺丝的 跟着有报销 其实 就是这些呢 就是 跟着呢 这些便宜的东西 便宜的东西 便宜的东西 便宜又买多一次 所以其实呢 我叫大家 就算买衣柜也好 买些实正的 甚至乎呢 就是做一些 要嵌入式衣柜 就更加好了 更加耐用 这里还有一个门 看看 这个呢 四四方方是什么呢 是boiler 来的 其实在房间 就不是那么好的 好在呢 它有一只门 兼且呢 它就 现在来说 就不是太吵 这家屋呢 之前业主 常世业主应该是装修过的 为何我这么说呢 这只门应该是新的 用料其实都不错的 另外呢 就是这里了 因为它之前的膠 是 应该大一点的 不过呢 选择的膠就不好了 试试这边看 这边看 你就知道了 这个膠呢 开始变形了 开始变形 因为呢 它选择的膠呢 小了 它其实呢 是要大一点 就稳固一点 它现在变形呢 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门有重量 如果大家学过那些力学原理 就知道了 它慢慢呢 就会斜下来的 就会慢慢挂住 现在没事的 但是慢慢呢 斜下斜下 重量在这里呢 就会挂地下的 所以有时候呢 就选择材料 就真的很重要 很难说的 你叫人来做 他做完是交货给你 久不久 久不久用的 已经不关他事了 不是他用的嘛 对吧 整体是说 这一门的质素都可以的 OK 那我们再上一层看看吧 进到这里呢 不要以为是房间 这里呢 就有个位置 就楼梯上去 其实这个位置有少少浪费的 其实 不过不要紧 它上面这间房呢 的尺寸都不错 都挺大 上到这里了 那这里呢 就是主人房来的 那我站到最尾 其实最尾 给大家看看 那这里呢 那个四四方方 那应该呢 有三米几 成三米几 只在这个位 不计其他的位置 都三米成三米几 的位置 那另外这里呢 有个好处呢 有个叫walking closet 即是说呢 有更衣服 小小的 那就可以呢 走进来这里 换衣服的 都算挺骨子的 如果这里呢 做回一辣櫃 在这里呢 就可以摆衣服 走进来 换好衣服 照好镜子 才出去 不错不错 另外这边呢 就有个套间 这个套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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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光啦 针盘啦 刺盘啦 做一样东西呢 就有个skylight window 那就形成了 这里呢 就很光亮 很多时候 这套间呢 就是一个黑刺来的 黑刺又 一来 就是很暗 不舒服 二来的 没有窗的话 始终通风没那么好 这个位呢 其实有阳光晒得到 所以这个套间呢 其实进到来都觉得 空间也不小 是不是 而且也是很舒服的 除此之外 那这边呢 还有个Dorma窗 Dorma窗呢 就是说 在屋顶的位置 就是这样 另外再加多一只窗 就叫Dorma 那这里可以看出去 就看回前面的街 即观看一看 那对面的屋形呢 是差不多了 不过对面呢 这些叫Semi Detached 对面 那这一间本身呢 就是排屋 但是屋形设计呢 就大致上差不多的 周围的屋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了 那大家看出去 就是不会有一些很高楼大厦 在这里的 所以英国的屋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在英国来说呢 其实有80%的人口呢 都是住在一些House 只有20%才住在一些Flat 就算一些Flat呢 未必真是一个很高楼大厦的 就是有时候有些Flat呢 可能只有两层三层的 所以在英国来说 是很普遍 住在这些这类的屋形的 这间屋里 就是三房 两个厕所 或者两个浴室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主浴室 那英国人喜欢浸浴的 所以主浴室呢 就有一个浸浴浴 浴缸位 其余的我不特别介绍 这里呢 我又不太喜欢一些灯光 就是偏暗 和偏蓝 整间屋的灯光都不错的 都是一些暖色灯 唯独在这里呢 就是那些 蓝蓝的 这些叫日光灯 还有些偏蓝 那我觉得呢 日后有机会 就帮它换了灯泡呢 那个感觉就会好很多了 这间屋就看完了 那接着就看一些数字了 那这个呢 就大概买入价 大概 就18万磅 18万磅 那这头的市值租金呢 一个月就大概 775左右 就是750到775一个月左右 那圍堵呢 大概就5.2厘的回报 那这个算高算低 见仁见智的 不过买屋 不一定是投资的 是不是 如果作为自住的 那其实这区的自住的 那个环境都不错 实际上呢 这里租墓也很好 虽然这里不是说 一些很有名 什么伦敦啊 曼城市啊 这些地方 不过 本地人来说 他们绝对知道 Walenton 是一个很适合的 居住的环境来的 刚才沿途都看到了 还有这条街大家看过了 是不是很宁静啊 你上班而已 但可能你老婆不是上班 那你儿子 放学回来 都要去地方玩 在附近踏单车的嘛 是不是 所以英国人呢 不是很喜欢真的住在市内的 那大致上这么多了 遲到有机会 再收鎖匙的时候 再和大家分享 多谢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亦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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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